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乘以宽 圆形的面积等于π乘以半径的平方 这些规则图形的面积都可以使用公式计算出来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 我们经常需要计算不规则图形的面积 比如说图纸上零件的横界面积 或者是你家房子的面积等等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大家好,这里是机械小熊猫 这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个机制的测量工具 叫做球机仪 这是一个可以直接测量平面上的 任意不规则图形面积的神奇工具 打开盒子 我的这个球机仪是1965年联邦德国生产的 不过买回来的时候并没有油纸包着 球机仪有两个角过程 就像这样 这个角 左边是两个指示盘 和两个可以转动的轮子 右边是一个放大镜 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 放大镜中间有一个金属的小标记 另外一个角是一个重锤加上一个小钉子 是螺子是马总要拿出来溜一溜 让我们用这个正方形为例子 看一看球机仪到底能不能测出来图形的面积 使用球机仪的时候 我们先将两个角通过轴承连接起来 这样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自由转动 然后把重锤和小钉子固定在桌面上 保持纸面固定不动 把放大镜中间的小金属点放在正方形的一角 在开始测量前 我们要转动黄色的轮子 使得两个刻度盘都指向0 这一步叫做归0 然后我们拖动这个放大镜 使得中间的小金属点 沿正方形的边缘 顺时针转动一周 直到回到最初的出发点 然后我们拖动这个放大镜 好,我们就这样回到了出发点 这个时候转盘上的指数是3.95左右 就是我们测得的这个图形的面积 这个正方形的边长是2英寸 然后面积的理论值应该是4.0英寸 我们测到的值大概是3.95 可以说是很接近了 不过你可能会说 测个正方形有什么难的 我们来试一试曲线 就用这个圆作为例子 开始测量这个圆形 还是一样的 把放大镜和圆上的一点对齐 然后将刻度盘归0 把金属标记绕圆周旋转一周 好,这样我们回到了最初的出发点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刻度盘指示的数字是3.1左右 一个半径为1的圆 面积应该是3.14 和我们测量值也非常的接近 测过了这些规则图形 然后我们可以搞一个骚操作 牛顿和莱布尼兹他们老人家告诉过我们 一个函数的定积分 就是函数图像下和坐标轴所围成的图形的面积 所以如果我们画出函数图像 然后用这个求基仪在函数图像上走一圈 不就可以求到一个函数的定积分了吗 我这里准备了一个函数fx等于x平方的图像 我们来算一下从0G到2 函数的积分到底是什么 还是一样 把放大镜和坐标轴圆点对齐 归零 回到了原点 这个时候只是盘上的读数是2.6左右 函数fx等于x平方的原函数是三分之一x的立法 那么从0G到2 数值应该是约等于8除以3 大概等于2.66左右 所以和我们的测量值也是非常的接近 这样我们就用这个不检验的小设备 求到了任意一个选取的函数的积分值 这样神奇的设备 内部结构应该很复杂吧 让我们来把它拆开来看一看 右边是一个放大镜 没什么好看的 显然关键内容都在左边 这边有两个指示盘 和两个可以转动的轮子 注意到转动这个轮子 指示盘并没有任何变化 转动这个轮子 指示盘跟着旋转 翻过来看一看 会发现这个轮子其实只是和这一个指示盘 和另外一个小指示盘 通过齿轮连接起来 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机械零件了 这样简单的机械结构 是怎么做到球面积的呢 预知原理如何 请待下一期视频 感兴趣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